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东方网络课堂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BC中级写作课程 我是主讲孙超 上节课我们讲解了 就是BC中级写作part2部分的 报告的一些写作技巧 以及它的内容和格式要求 那么今天的第十第十五讲 我们来讲解一下 就是report方面的一些真题 通过真题来把上一节课讲的东西 来做一个复习 这道题呢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那么它尤其是在它的分段结构方面很有特点 我们看一下题 The staff at your company were recently asked what they thought about working conditions Your line manager has asked you to write a report summarizing their opinions and suggesting possible improvements 那么你呢是某公司的员工 你最近的不要求干嘛呢 来询问一下关于大家对于工作条件的一些看法 Your line manager 这是你的上司吧 你的上司呢 要求你来写一封报告 概括一下他们的观点 以及拿出可能的一个改进方案 是吧 注意 首先呢 整个报告的内容包括两大块 第一它们关于就是工作环境的一些想法 那么你要将想法进行概括以及拿出有可能的一些改进的方案来 这是你整个报告的一个主要内容 当然还有咱们通常的这个题目的要求 对吧 look at the information below on which you have already made some handwritten notes 这个handwritten notes呢 就是我们写作的一个全部的点 我们需要将这些点cover才行 then using all your handwritten notes to write a report and write 120 to 140 words 好 那我们快速都把题目来读一遍 是吧 那么确认一下要点 I know you had a meeting with staff recently 最近你和员工们有一次会面 Can you write a report telling me what staff thought about working conditions what changes can be made and how the company will benefit from improving conditions 这封信写的还是很不错的 它用问句的形式明确指出了它 就是希望你写报告的一个就是要求 对吧 问句呢 我们讲了在现在商务语中呢 我们通过提问的方式 更便于对方来回复 然后这时候呢 你需要写出到底这个改善工作条件 有哪些好处呢 然后这个题目给了你一个提示 叫better productivity 能够提升整个公司的一个生产效率 对不对 到了BC高级的话 这个就没有了 到中级还会给你一个提示 更好的生产效率 在下面 meeting with the employees about working conditions 然后下面有几点 staff had some good things to say but they also mentioned these problems 那么员工们也提了一些好的方面 那么当然也提了一些问题 一般是先说好的再说不好的 是吧 先报喜再报忧 那这个地方呢 你需要什么呢 give an example 他们对工作条件有哪些好的方位的反馈 你也要提一下 这就是需要你发挥想象力 来就是编这么一个好的要求 对不对 那么问题有主要三个 第一个 the need for more flexible working hours 需要有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 那么这个工作时间的问题呢 简单说一下 一般的企业都是朝九晚五的 朝九晚五呢 就一方面便于企业管理 而且企业的业务多数发生在朝九晚五之间 但是呢 朝九晚五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要赶这个上下班的高峰期 所以呢 交通状况要差一些 所以在路上会浪费时间 另一方面呢 有很多员工 他有特殊情况 比如他有孩子 比如说有家庭 家里呢 有病人 他需要去照顾 所以呢 朝九晚五可能不能满足 他的一个生活的特定的要求 另外一方面呢 对很多员工来说 他的工作 其实不一定非得在单位完成 那有的工作 其实在家里也可以完成 比如说做一些设计啊 编辑类的工作 所以我们需要更大灵活的 一个上班的时间 是不是 就是这时候你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需要 哎 又得发出你的想象力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 Poor condition of some office areas 那么很多办公区啊 有一些问题 这时候 say what the biggest problem is 你要写出最主要的问题 你的办公区会有什么问题呢 对不对 最后 too little paid holidays 这个使用的很好 带薪假期太少了 好像没有一个企业的员工觉得自己带薪假期长的 都觉得自己呢 修的时间太短了 对不对 这时候你需要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是吧 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来支持我们的点 好 我们首先把我们报告的写作流程 也是我们整个part two的写作流程 做一个小小的复习 第一 确认要点 一定要读懂要点 明确要点 否则呢 我们会漏点 会写跑题 这个过程是对我们阅读能力的一个考察 第二 寻找语言 寻找语言 那么看看有没有相应的语言去表达 最好不要去照抄我们 就是文题目中的一些词 就是 don't or never repeat the words 不要去重复 第三是分段结构 然后我们可以尝试来分个段 那么四呢 是下笔成文 那如果要点也确定了 语言我们也找好了 我们可以来分段了 对吧 那么怎么分段呢 我们上节课讲了我们 报告的黄金四段式 这个黄金四段式 我再次强调一下 并不是机械的要求你写所有的报告 都按这四段走 只是说呢 我们这种分段方式 是一种非常完美的一种报告的分段方式 对不对 像刚才那个题为例 你会发现 如果机械的按照我们这个次段来分的话 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合适了 对不对 首先introduction 你可以按照这个来写 就是阐明报告的目的和相关的背景 这个报告到底要干什么的 对吧 这个虽然它不是点 但是你要写的 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报告 对不对 第二 finding是重头戏 叫按重要顺序将信息罗列 以及调查过程方法的结果 那么这道题的话 你看它发现了一个好 一个好的地方 再加上三个这个负面的东西需要提及 所以将构成我们报告的重点 后面你看一下 conclusion是给出结论 根据我们调查的结果 来给出结论 包括比较 这个结论非常明确 最后呢 recommendation 给出相应的建议 那么这个建议呢 应该是基于我们的结论 和我们的finding来得出的 这个题有一个小特点 由于你的这个就是结论呢 相对来说呢 就是要简洁一些 我们需要做出改变 对吧 因为它可以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 所以这个结论呢 就是已经非常明确了 而我们的recommendation呢 其实和我们的finding 是用人文一体的 发现一个问题提一个recommendation 发现一个问题提一个recommendation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这个recommendation和finding 合成一段来表达 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样看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 刚才那个文章分三段 introduction一段 finding和recommendation 合起来一段 然后conclusion 最后来一段 就行了 是不是 具体是这样分段的 我们看一下 paragraph one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第一段呢 我们写明报告的目的 the aim of this report 第二段呢 我们给出一个好的方案的例子 对吧 第三段 我们三个不好的例子 我们要给出相应的原因啊 问题啊 解决方案啊 所以其实我们 你可以把咱们的二三段合成一段来写 但如果你觉得这个太长的话 你可以分开 对不对 二段写正面的 三段写负面的 然后三段中还分两个小的分论点 一二三 可以拿数字来标 最后一段呢 就是我们的conclusion 结论了 可以更好的提高生产力 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分段的设计情况 当然可能屏幕前的你也许有更好的分段 要比我的好一些 这是一个建议 那么呢 就是在我们的真题后面呢 也会给一些范文 但是他这个范文呢 写的不一定也是特别好的 那么我们也会给你给出一个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个范文 来供大家参考 那些我告诉你 就是有的同学 或者是有的范文中 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来叫防微度见 是吧 我们可以来写了 一上来 subject 我们要写一个标题 是吧 这个标题应该是名次性的 它的结构是report 然后是关于什么什么 应该是report on 这样一个结构 那我们写了这样一个标题 叫satisfaction 关于满意度 什么满意度呢 就是工作条件的level 就是水平 工作条件方面的一个满意度水平 是吧 说的是这样一个事情 这个标题其实不是特别重要 对吧 只要你有关键词 比如说working condition 出现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satisfaction 也可以有 没有也行 这个报告的标题呢 不是他们评分的一个主要的点 关键是所有点都写到位 好 我们看一下 一上来introduction第一段 那么有的同学是这样写的 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叫this report aims to show whether our staff are satisfied with their working conditions or not 这个报告的目的是什么呢 展现一下是否我们的员工 对他们的工作条件是满意的 还是不满意的 看上去这个写法呢 是没有任何语法问题的 对不对 用了一个这个show叫weather 这个weather引导的是一个避免从具 weather后面就会有or not 还用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词 叫satisfied with 对什么什么满意 似乎好像还可以 对不对 那么很简洁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这个作为一个报告的一个 一个就是第一段的一个引入的话 似乎好像缺点什么 你发现了没有 好好考虑考虑 它缺什么呢 难道我们这段 我们整个的报告 对吧 用了一百多个单词 难道只讲他们是否满意和不满意吗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这个报告可能就简单了 对不对 没错 它其实不仅是要写他们是否满意 还要写一些我们如何来提升他们的满意度 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这样写是不是好一些 This report aims to show whether our staff are satisfied with their working conditions or not and how to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如何来改善他们的满意度 提出一些solution和recommendation 这个的话作为报告的标题就全了 对吧 这个how to呢 也是一个冰从的省略结构 好我们看一下finding 重头戏 我们说了finding可以分两大段 对不对 一段写这个good things 一段写bad things 我们看good things这么写可不可以 说 the recent meeting shows clearly that our staff are quite satisfied with the benefits package such as passion system and child care vouchers 是吧 他来讲这个写的还是不错的 是吧 写的挺好的 那么说最近的一次碰面呢 shows 很清晰的发现什么呢 我们的员工对我们的什么很满意呢 叫做benefits package 对于我们的这个福利方面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是吧 非常就是满意的 是吧 这个福利这个词 benefits package 你说老师 这个福利的说法我没有见过呀 是吧 你真的没有见过吗 如果你把这个真题听过很多遍的话 这个benefits package应该是咱们BC2 也就是键二那本书中的一个一个part two部分的section two 谈到换工作那么一道题中的选项中的一个词 叫做待遇的一个安排 这个package是一揽子的 或者是一个打包的这样的一个相关安排 对不对 然后举例子 例如什么呢 pension system 养老金体系 以及什么呢 child care vouchers 就是育儿 券 这个vouchers可以理解成代金券 或者是津贴的这个意思 就是如果你有孩子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给你开取一些相关的优惠 让你的孩子到一些幼儿园去就读之类的 是吧 所以这是我们公司的benefits package 待遇方面还是值得满意的 对吧 然后呢 话锋一转 然而 however some staff members are having complaints 有一些员工呢 是有一些就是叫投诉和抱怨的 也就是说呢 先报喜再报忧 先说他们对什么满意 而给出细节 看没有 这个最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讲 这个细节的给出呢 还是非常专业的 然后马上黄蜂一转 给出了 他们是有一些抱怨的 用了一个现在进行时表将来 对不对 这写的还是不错的 但你看一下这样的 这样下面这个写法是不是更好一些 however some staff members have three main negative feedbacks 坦白讲 第二个写法呢 要比这个上面这个写法呢 相对来说要正实一些 为什么呢 我们看这时候首先我们用了一个结构 叫做three main 注意这个three 我们没有写三 我们是three 因为在正式文体中 阿拉伯数字小于十的时候 尽量是用评写来写的 这样的话让看报告的人非常明白 后面还有三条负面的东西 对不对 这个地方我们不用complaint 我们不用投诉 因为我总觉得投诉这个词 好像更多的是应该用于消费者 对于商家之间 那么员工可以对企业可以投诉 如果用这个词的话 似乎就让人感觉有点贱巴弩张了 是吧 就觉得有点过了 那么这个 尝试用这个词是不是好一些 叫negative feedbacks 就是负面反馈 或者是这个消极方面的反馈 因为只要是用调查就有反馈 对吧 正面的叫positive 消极叫negative 然后一个冒号 后面主意罗列就可以了 所以这种写法是对的 这个也是对的 就是说第二个写法呢 要比第一个相对来说要正式一些 而且呢 避免了这个相对来说 比较激进的一些词汇 是吧 好 这是我们的finding的第一段 后面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三小段的方式 来合成一大段 来描述负面方面的内容 对吧 我们看一下 那么叫working hours are too inflexible because说呢 这个flexible是灵活的 inflexible就是僵化的 不灵活的 工作时间太僵化了 因为什么什么 还是那句话 没有与法错误 但是你有没有感觉 这种写法有点过于激进了 对不对 有点指责的意思 因为你注意 你作为你作为一个写信的 写报告的人来说 你要让老板就是相对来说 看报告心情要好一些 所以你如果说过于僵化的话 这个表达似乎就是 有那么一点 不是特别合适 虽然是公司的内部沟通 好像能不能找到更加积极的 或正面的写法呢 我们来看这种写法 是不是好一些 flexible working hours are needed 灵活的工作时间是需要的 对吧 用那个被动语谈 I need it 明显感觉就比第一个好一些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some have to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 有些员工需要照顾他们的孩子 把你需要灵活的工作时间的原因 也写明白了 对不对 而且because表原因 要比其他的词 要更加的体现直接方面的原因 这个第二句的亮点之处在于 它是用一种相对激进 积极的方式 正面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投诉的 这个too inflexible 就感觉不是特别好 对吧 比如说我说你太丑了 我说too ugly 这是说法让人不能接受 但是我说呢 你的美呢 有待改善 你的相貌有待改善 这样似乎就让你觉得更容易接受一些 是吧 我们再看第二点 the poor condition of some office areas was mentioned 那么一些就是办公区域的一些很差的条件呢 也被提及了 wasn't mentioned 你说老师这个poor用的 这个poor用的还可以 是吧 不好的东西 a lot of them are dissatisfied 不满意 with the dirt on the floors 就是地板上的灰尘和垃圾 以及the old-fashioned converter system 包括老化的这个电脑系统 看来这个老板看这个信的话 会心脏会加速 跳得很快 因为呢都是这些词 什么poor了 什么dissatisfied了 什么dirt了 old-fashioned了 是吧 看起来就不是特别高兴了 你现在应该知道了 其实这句话呢 从语法上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么当然它有很多的改进余地了 对吧 我们看怎么来改呢 我们看这样写是不是好一些 the condition of some office area should be better could be better 就是说呢 呃 办公区的条件可以更好一些 我们用could be better 还用了一个虚拟器 could be could be就是应该可能更好一些 那么其实这个could be better 就比poor好一些 对吧 比如说我说你的英语很差 两种说法 第一个是your English is poor 第二是your English could be better 英语应该更好一些 那么显然这个could be better 那更让人容易接受一些 包括如果说你懒的话 第一种说法是 我说you are lazy 懒 是吧 还会说什么呢 就you could work harder 你本能应该更努力一些 多好啊 是不是 咱看下边 a lot of our stuff are not happy with 为什么我不用dissatisfied 因为我觉得satisfied 前面出现过了 dissatisfied再出现 也没什么新意了 而dissatisfied不满 这个说法非常的负面 不如说I'm not very happy with 对一个东西不是特别高兴 这不是更好吗 the dirt on the floors and the old-fashioned computer system 后面可以这么写 没有问题 因为这也是现实了 对不对 关键是前面这个不是特别开心 要比那个dissatisfied 要更容易让人接受一些 是吧 好 我们接着好看 第三 finally 做了一个结尾 一二三 咱们以前说过 三是老外们最喜欢的数字 那么看着一大段分三个小论点 他们觉得这个信函也非常的 这个报告很舒服 说I would suggest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days off as most members feel quite exhausted after six months without holiday 最后呢 我建议什么呢 增加这个days off 就是放假的这个日期 还非常直白 是吧 你那个代行假期少 你增加一些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那么因为什么呢 很多数的员工都感觉精疲力尽 exhausted 这个词用的对不对 咱们不且不说 exhausted 精疲力尽 事实上这个单词 好像他拼写的不太对 是不是 拼写错了 after six months without holiday 如果没有假期的话 六个月之后 六个月没有假期 同学们 是吧 如果你真的想这么写的话 我觉得 是吧 也是非常的 怎么说呢 是吧 这个你的创意 还是非常的 有创意的 是吧 那么 六个月都没有太多假期 这个单位也挺没人性的 那么显然这个写法呢 从语法角度 没有太大问题 虽然说拼写有问题 但是能不能有一些 更好的表达呢 我们来看一下 finally 最后 It is suggested that 首先强调一下 suggest后面不能加 to do something 那么一般题建议的话 是加doing something好一些 加doing something好一些 但是呢 我又不希望你用 I would suggest 为什么呢 咱们说很多 在写报告的时候 你可以用第一人称 但是第一人称 尽量不要用I 似乎用we更好一些 是吧 这是第一小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提建议啊 最好是通过第三方的方式 提出来好一些 所以从表建议具体的角度 来讲的话 显然It is suggested that 要比说某人提出建议 更好一些 对不对 说more paid holidays 更多的假期 should be given 应该被给予 对不对 两个被动与态 就会使动作发生很客观 而不是谁主观的 因为什么呢 with more days off 有更多的天休息 members can fuel more energy 他能感到更多的能量 是不是 这些说法 能量就是说 他会不累 对不对 especially after six six sorry six a year 把这个year去掉 是吧 six months hard work 六年的工作 本来是这个 我们看一下 本来是六个月的工作 是吧 这个地方可以写成六年的工作了 虽然说six不要用六 用的是这个srx非常好 但是这个year去掉 不要它 是吧 这个 确实是太狠了 是吧 六年信用工作 这个地方是不对的 是吧 但整个这个剧情 黄色的部分是可取的 第一个 it is a genetic event 后面这个数的可以省略 写出来更好 应该被急 并且呢 width表伴随 有了更多的假期的话 他们会感到更有能量 对不对 特别是六个月 信用工作之后 最后呢 concludent 也是我们第四段 给出结论 这个结论呢 要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要改变 而且呢 改变呢 是可以提升我们的生产力的 那应该怎么说呢 我们看一下 in my opinion we should try to improve working conditions for this will lead to more productivity 这个看来这个写 写作的人非常喜欢用第一人称的表达 我的观点是 in my opinion 是吧 感觉他很资深一样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企业顾问的话 你可以这样写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样写不是特别好 那we should 而且这个we should呢 也可以吧 但是try to 这个我们都知道try呢 一般可以跟两种表达 一个是try doing something 一个try to do something 一般呢 就是try doing something 就是你已经做过模式 试过了 对吧 但是呢 没有达到太好的效果 第二是try to do 就是你还没有做一点事情 你试着去做 但是不一定要做 所以try to do呢 一下就把这个 这个语气给弄弱了 到底是我们做还是不做吗 显然这个try to do也不是很好 改善我们的 就是工作的条件 对不对 因为什么呢 用了个for 大家也说了for这个词 其实不如because好 因为for的一般表示 不是特别直接的原因 还是我们because好一些 这将会带来更多生产力的提升 所以显然也是没有语法错误的 但是写的不是特别好 其实呢 一般在最后一段啊 为了强调它真的是结论 你可以用一个inconclusion来开头 这并非是重复的 对不对 因为你要强调一下是结论吧 对不对 然后呢 给大家一个结构就是 如果你想表达目的 甚至于表达原因 状语 这样的一些结构的话 你完全可以把什么呢 可以把这个目的状语提前 在我们的英文的就是 葛达中啊 有一个有一个写法叫做什么呢 就是不以主语作为句子的开头 有人管这个叫无主句 就是无主句 并不是说一句话没有主语 是指着一句话不以主语来开头 这样会使句子感觉 特别的就是有目的性 对不对 那么显然你你作为工作的改变的话 目的是很重要的 你不如让就是读报告的人先看到目的 因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喜欢把长的东西往后放 喜欢把重要的东西往前放 很多倒装结构和从具 都是这样一个道理 对不对 所以你不如把这个in order to放前边 to也可以 in order to更加正式一些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er productivity 不用better 用higher 更高的生产效率 对吧 也可以说maximum 最大化的生产效率 那么因为员工的工作条件改善了 那么自然他们会 就是会有更好的一个工作的 一个欲望和能量 这样会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是不是 and we should do something to improve working conditions 这个地方我们把那个try to给去了 加了一个do something 好多人认为do something是口语 其实不是 这个词以前是口语 比如说遇到了一个问题 我说do something do something 做一点事情 你总得做点什么吧 do something 但后来发现其实啊 在写作中使用它 经常表示给人提供一个很好的建议 你需要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相当于make necessary arrangements 这个意思 大家很简洁 很简洁 我们应该do something to improve working conditions 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 而这些措施呢 在前面的finding 只能体现了 对不对 无论从改善工作上班时间 还是就是改变办公环境 包括增加这个待薪假期方面 我们也都有所体现 所以相当于conclusion呢 是对前面的那些finding呢 做了一个相当总结 对不对 这个句子就到这儿 就结束差不多了 所以说呢 就是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最初写作的时候呢 是特别希望就是能够把句子写对 不出现太多的语法错误 这是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首要需要达到的一个一个就是目的 那么随着我们写作能力的提升呢 你不能光追求说是 我把一个东西写对 对吧 写正确就完了 你还需要尽量的能够做到呢 将一个东西写的更加的商务化一些 更加的地道一些 能够不但呢就传达信息 还能传达一种微妙的情绪和情感 让读完报告的人觉得 看了你的报告之后 虽然说不能如沐春风 但是至少呢也不会过于的 就是过于的郁闷和压抑 对不对 所以好多那种传达负面信息的一些 信函和报告的写的写法呢 就显得更加的难一些了 那么其实我们写报告也好 写信函也好 应该有一种同理心 对吧 同理心就是我们要站在读报告的人角度 去想问题 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 你读到这个报告 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词 你希望看到poor吗 你希望看到desatisfied 不满意吗 你还是希望看到terrible 或者too inflexible 太僵化这样的词 我相信你也愿意看到什么呢 愿意看到do something 采取措施 你愿意看到什么呢 are needed 需要一些 包括not happy ways 是吧 就相对来说好一些 所以说呢 写报告的话 应该尽量的从对方的态度去考虑 尤其是我们这种写给上司的信函 或者是写给我们的客户的这样的信函 但如果是关系方的话 我们更要注意我们的报告的一个措辞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我们商务营写作 必须要提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其实呢 就是仅仅传达信息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需要更加得体的传达信息 所以得体呢 指的就是能够在合适的场合下 跟合适的人 就一个合适的话题 展开合适的交流 选择合适的语言 这就是我们的所谓得体二字 其实学习商务营语呢 除了就是我们会了解得体 我们获得的不仅是英文 也是一种中文的一种素养的提升 很多时候呢 就是不是你说的话别人不听 是因为你说的话实在不中听 对不对 就像很多的家长他教育孩子的时候 他问孩子说 你怎么不听我的 我说为你好 但其实他的语言呢 已经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 或者是呢 让孩子就是实在无法跟他们交流 所以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不但在商务中 生活中也是如此 那么不是孩子不听话 而是家长说话不中听 无论老师还是家长 对于孩子的这个措辞方面都注意 就跟咱们在工作中 跟领导跟同事表达也是一样的 因为其实家人要比那些 工作中的伙伴们 要更加重要一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更要不能吝惜 我们的耐心和细心 甚至是赞美 然后呢 去跟他们交流 所以说呢 咱们以前说过 说人和人交流的时候 不要把讨论变成争论 不要把建议变成命令 对吧 都是这个道理 我们以后还会在不同的地方 看到很多例子 那一定要自己啊 要装着一根筋 这根筋就是 我除了传达信息之外 还要呢 就是尽可能的去得体的表达 好吧 今天这一讲的讲解呢 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